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文化的爱情观 我最近受了李牧师的讲到的启发 我很想讲一讲中国文化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 并且用圣经来去评论一下 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呢 其实是一个实用的文化 我们中国人不喜欢探讨一些纯理论的问题 我们很喜欢问这个有什么用啊 从这个实用的文化的大氛围来看呢 很多人会问爱情有什么用啊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女生 她又漂亮又家庭也富有 她也是这样看问题的 她说她大部分的女朋友 都没有嫁给她们喜欢的人 她们都是向现实低头 嫁给一个比较富有的人 那么她自己她认为她也会这样子 最后她也是这样子 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 并且很有问题的男人 但是她富有 她的婚姻的数字怎么样 你可以想象了 那么爱情呢 它是个人性的要求 但是我们中国的 武 道 佛呢 都很少去谈论她的 这是我们大文化 武家 道家 佛家都很少去谈论的 那么就把它留给文学 跟流行曲啊 在文学里面 在中国的诗里面 有一些爱情的诗 在我们的流行曲里面 电影里面就有很多了 流行曲 很多大部分的流行曲的主题呢 都是讲爱情的 这不光是中国 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 中国文化的爱情观 到底是怎么样的了 我把它归纳为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 就是以孝为本 错置轴心 我们中国文化是以孝为本的 不是以夫妻的爱为本的 什么叫轴心呢 轴心是两个轮子 中间不是有一条 你说铁也好 钢也好 铜也好 有一条管子 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的 那么那条东西叫核心 就是说每一个文化 根据社会学家讲 每一个文化都有两 最基本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 就是那个轴心的关系 那中国文化的轴心关系呢 在父子 讲的再详细一点 是母子 在感情上是母子 在制度上是父子 那为什么我说错置轴心呢 错置就是放错了的意思 那个东西可能是好东西 但是你把它放错了 就不对了 那父子的关系是个好的关系 母子也是个好的东西 但是你把它放在轴心里呢 那就错了 还不是说你买了个床回来 这个床很好的 你把这个床放在厨房里 那是不是放错了 是不是啊 这就错置了 你买了一个洗衣机回来 你把这个洗衣机 放在你的卧房里 那也是放错了 是不是啊 所以放错了 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怎么样 为什么他放错呢 因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呢 是父子 或者说讲的更详细一点 是母子 所以你发现 中国有很多校子 校女的故事 在中国的京剧里边 也有很多很多 好了 中国 尽管中国文化这个是好意呢 但把它放错了 是个大问题 因为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夫妻人成为一体 这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么中国文化 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不是跟你的父亲母亲成为一体 你也不是跟你的儿女成为一体 你是跟你的妻子丈夫成为一体 所以你们结了婚了 你生孩子 千万不要跟你的孩子们睡觉 你要跟丈夫睡觉 这个很重要 你不是跟他们成为一体 中国文化把这个轴系的关系放错了 尽管它是充满好意 但是它是不重视夫妻的关系 也不重视夫妻的爱情的 很少去谈论的 你看看孔子 孟子 老子 包括佛教 很少很少谈的 就算佛教里面有些爱情的故事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描写爱情本身 而是重视那个所谓缘分等等 好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爱情是复合人性的 所以在中国的文学里面 在各个的文学电影流行曲里面 就爱情都往往成为一个主题 因为它本身是人性 中国在古代诗经里面也有些爱情诗 那么中国也有爱情的小说 比外国来说呢 不多 还有一些故事 《流浪之女》 《梁山伯与朱英台》等等 还有大量的流行歌曲 都是描写爱情的 但是在我们的大文化里面呢 《儒道佛》里面呢 就很少了 因为这个缘故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爱情 这个东西放错了呢 我们就往往啊 就是引起很大的问题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往往会有婆媳两个人 争夺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婆婆跟这个媳妇 争夺一个男人 婆婆争夺她的儿子 媳妇争夺她的丈夫 那么这个中国的家庭 这个造成中国家庭的悲剧啊 其实这个最有名的 就是宋朝路由跟唐宛的历史 这个悲哀是不断的重演的 路由跟唐宛本来是两个 谈恋爱结婚 他们两夫妻感情很好 但是路由的妈妈不喜欢这个媳妇 就强迫她的儿子跟她离婚 那路由因为你必须要孝顺 孝顺母亲 所以她的路由就听了妈妈的话 就跟她离婚了 离婚了之后 她又再另娶一个妈妈喜欢的媳妇了 然后唐宛就嫁了另外一个男人了 那由于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路由在一个地方遇见她的唐宛 但是她不敢走过去跟她谈话 因为她发现唐宛已经跟了另外一个男人了 所以她很悲哀 她就在那个地方那个亭子里面提了一首诗 那首诗就在那里控诉 就为什么命那么苦啊 这样子啊 那么第二天呢 她又路由又到了那个地方 她发现唐宛在她旁边也提了一首诗回应她的 唐宛也非常的痛苦啊 那么后来路由的每一年都到那个地方去 但有一年她听说唐宛已经死了 她就很被爱啊 那么这种的故事呢 其实不断重演了 在中国的家庭里面 今天还有很多时候 因为这个 中国把这个 这个这个轴心的关系放在母子那里 所以这个妈妈得不到丈夫的爱呢 她就把这个爱情的爱呢 投入在这个儿子身上 不是女儿 因为女儿是个女人 啊 所以 这个儿子结了婚呢 她就跟这个媳妇就争夺这个儿子了 她说哎呀 这个媳妇不会做饭 我儿子还是喜欢我做的饭 这个媳妇不会照顾我的儿子等等啊 那么这个 这个悲哀是不断的重演 其实我们做老人家的 我们看见儿子跟媳妇两个感情好 我们应该很高兴才是 不要不要破坏他们的关系啊 好了 这个是呃呃 我们中国文化的爱情观的第一个呃呃 特点就是以校为本 错置这个轴心 那么第二个观察呢 就是白头接老 耳酸 耳酸 耳孙满堂啊 呃 那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 白头接老是不是等于你们很相爱啊 其实不一定的 多半都不是的 我认识在澳洲一对呃呃呃呃 一个年轻的呃女人 她结了婚了 她爸爸妈妈的婚姻很不好 她是个基督徒 所以她就呃 她妈妈还有忧郁症了 所以她发现的爸爸妈妈关系很不好呢 她就常常劝她的爸爸妈妈你们两个要好一点 她爸爸怎么说呢 我亲耳听到的啊 他们请我吃饭 他说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们中国人说白头接老 你还想怎么样啊 现在我们不是白头接老的吗 对啊 按照中国文化的标准来说 他们已经头发也白了 白白白头接老 你还想怎么样啊 哎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要求 就是那么简单 她的女儿听呢 无可奈何 这是哎呀 但是圣经的要求是更高的 是要求你们相爱的啊 很多呃 很多人老了 但是他们头发都白了 但是他们还是不相爱 啊 还有我听说呃 有一个老太太死了 她死了之后 她丈夫非常的高兴 她说 她这一这一辈子啊 就是我头 我头上的一根刺 啊 这种话 类似的话 我也听过啊 白头接老 不等于相爱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儿孙满堂 那儿孙满堂 就等于你幸福了吗 我们中国人 重视那个长 长病 白头接老 两个都很长病 儿孙满堂就多 又长又多 啊 我们重视生命的长度 啊 生命的多 多少啊 多是不是个福气呢 呃 其实多 可能你详细的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问题 问题也很多 矛盾也很多 麻烦也很多 但是呢 啊 大家在一起吃饭了 儿啊 孙呢 都来了啊 老人家很高兴啊 看起来是很热闹的 但是其实呢 离开这个幸福呢 是很远很远的 我弟弟以前在澳洲 他每年都回香港一次 把他的太太 他的两个儿女都带来 当时我在香港 那他来了 我就把我大哥也叫来 他的儿女也叫来 我自己 妻子 儿女也在一起 还有我爸爸妈在一起吃饭 哇 大家很高兴 每一年都是那样子 我弟弟每年过年 都回香港来的 但是我很不满足 我就觉得这个很表面 我有一次 我弟弟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弟弟 你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可不可以我们两兄弟 约 就约一个时间 我们谈谈话 好不好 我说每一次来都是热热闹闹的 但是没有深度 我这么讲的时候 我问我弟弟 我说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弟弟说 我明白 就好像两兄弟这样子吗 我弟弟也看得出来 就是那种热闹 一同吃饭 也有好处了 但是呢 很表面 那不是真正的幸福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要我们结了婚的人 一生相爱 享受婚姻的 这个我们看 真言那里 真言第五章 十八到十九节 他说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这个全员就是你的妻子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就是你现在已经年纪不轻了 可能中年 可能老年了 他如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愿他的胸怀 使你实时知足 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你看这里就讲到 你到老 你还要喜欢你的妻子的 有人会问一个问题 说 哎呀 我本来也很爱我的太太的 但是一个人呢 有审美疲劳的 我告诉你 其实你真正的相爱 不会有审美疲劳的 你看这里不是说吗 他如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他很可爱的 可能有些男人会说 我不觉得他可爱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知道 希伯来语 就是犹太人讲的语言 他有个规律的 不是好像中文 也不是好像英文 那样子的 他是有先后的次序的 你看他这里怎么说呢 他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就他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但是你要喜欢他 然后呢 他如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也就是说 你喜欢他 他就可爱 你越爱他 他就可爱 你觉得他不可爱吗 不是厌恶他 不是离开他 你越爱他 他就越可爱 爱能够使人可爱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是圣经 给我们的爱情观 婚姻观 并且他说 愿他的胸怀 中文圣经很客气 翻译成胸怀 其实原文是良辱 愿他的良辱 使你实时知足 我们不好意思把它翻译成良辱 你说 哎呀 一个女人到了某一个年纪 他的良辱已经松下来了 怎么样使我实时知足 但是你真是爱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全身都可爱 道理很简单 愿他的爱情 书里常常恋慕 恋慕 原文是疯狂 恋慕 中文的恋慕也翻译得很好 就说这个就是爱情 爱情是一生相爱的 正是圣经的爱情观 换句话讲 婚姻在圣经里面 是个最大的享受 婚姻应该是个享受 不应该是个忍受 好 那最后一个中国文化的 爱情观的特点呢 就是相敬如宾 以和为贵 但是里边呢 就没有浪漫 相敬如宾呢 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最高层次的婚姻了 有没有人做得到呢 坦白说有的 我自己都见过 就在墨尔本 有一对比我更年老的夫妇 相信他们两个 现在都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认识他们 他们两个就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当中已经没有爱情了 但是我们相敬如宾 这个太太怎么说呢 早上我对我的先生说 相公早安 我先生就说 娘子早安 相公请茶 他就说谢娘子 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我说哎呀 这也很难得呀 能够能够做得到相敬如宾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但是他们两个都承认 我们两个已经 已经是没有爱情了 这样子相敬如宾的时候 其实他每一双方 对对方都有不满意的 但是他们不谈了 因为以和为贵 这个和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和 坦白说 假如能够做到相敬如宾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不过那个和呢 只是表面的和 只是不吵架 其实内心还有很多不满的 这个我都知道 他们两夫妻的关系 我都知道 甚至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我都知道他们告诉我了 其实心里面并不快乐的 但是相敬如宾 就算你做到 你发现里面没有浪漫的 因为只是静嘛 没有那么有浪漫呢 讲到这里 我必须要提 就是西方啊 有一种古典的歌曲 古典音乐里面 有一种的音乐的形式 就叫浪漫曲 浪漫曲有多少呢 数不过来 太多了 无论是贝多芬莫扎特 什么是 你讲那些大音乐家 都写过浪漫曲 或者是一首 就是大的歌曲 这音乐里面 其中一段就叫浪漫曲 其中一个 一段就叫浪漫曲 那么浪漫曲就是浪漫了 讲爱情的了 还有西方有一个叫小夜曲 Serenade 小夜曲是什么呢 也是浪漫的 小夜曲是讲到一个男人 带了一个吉他 到了他的 他喜欢的一个女人的家 到了他的窗外 在窗外那里 在那里弹吉他 唱爱情的歌曲给他听 这是西方的古典音乐 你发现在中国音乐里面很少 中国音乐里面讲丰收啊 讲花呀 讲雪呀 讲田野呀 讲过年啊 等等啊 中国传统的音乐很少浪漫曲的啊 可能有啊 我不知道啊 那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浪漫呢 其实有的啊 圣经李牧师也提过 雅各书 旧约的雅各书里面很多浪漫的 我现在只是读一段给大家听 雅各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 啊 这个男的对于这个女的说 我妹子 我心腹 他们刚刚结了婚啊 但你夺了我的心 啊 你用眼一看 用你向上一条金链 夺了我的心 我妹子 我心腹 你的爱情何等美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高油的香气 啊 胜过一切香品 我心腹 你的嘴唇低密 好像风房低密 嘴唇低密 就是他们接吻的时候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哇 很浪漫啊 你衣服的香气 如泥巴嫩的香气 你说浪漫不浪漫啊 其实这种浪漫的话 还有很多啊 还有描写他们两个性生活的 我在这里不读了啊 啊 我很高兴李牧师的看法 对这个雅各书的看法 跟我是一样的啊 因为在中国很多 传道人呢 认为雅各书不是讲爱情的 雅各书是讲 耶稣跟教会的关系的 但是那种解释呢 根本是违反自然的 你假如第一次去读雅各书呢 其实你看一卷圣经呢 最直接 最明显的意思 就是圣经的意思 不需要把它扯得很远的 把它用灵意去解禁 一定要把它解释为 耶稣跟教会的爱的 好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浪漫的 圣经是鼓励我们夫妻呢 是有浪漫的生活的 那我现在鼓励大家呢 享受十种的浪漫 十种的亲密 这是专家所说的 亲密 亲密包括普通朋友也可以亲密的 不光是夫妻 但是夫妻呢 就加上了一些 特别 特别 两夫妇才有的亲密 这十种亲密是什么呢 第一是语言的亲密 语言的亲密 就是一些浪漫的话 就是你跟 特别这个浪漫呢 要男人 男人主动的 女人也可以 就是讲一下浪漫的话 哎呀 我很喜欢你呀 你今天很漂亮啊 我爱你呀 我跟你在一起很高兴啊 这样子 这个是语言的浪漫 那第二种的亲密呢 就是身体的浪漫 身体的浪漫就是 拥抱啊 拉手啊 接吻啊 还包括两夫妻的性生活啊 那个就是身体的亲密 第三种呢 是知性的亲密 就是两个分享知识 哎呀 我今天在电脑上 看见什么什么什么 我认为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也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跟我太太 几乎每天我们的分享啊 在1930年发生什么事情啊 在中国怎么怎么样 分享知识 大家都有 嗯 这个很好很好 这是一种知性的亲密 大家可以想象到呢 下一种呢 就是感性的亲密 啊 大家都感受到同一个东西 哎呀 这个东西真讨厌这个人啊 或者是 哎呀 看了一个电影 我们都感觉到很感动啊 啊 那么就是要感 大家同时感 感受到 一个感觉 那个就感性的亲密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灵性的亲密 这个也很重要了 基督徒才能够 呃 有的 就是跟你一块祷告 我跟我太太 每天都一块祷告啊 啊 我们看了圣经 这个我们是分开看圣经 看了圣经 这个我们有点分享 哎呀 我今天看了很精彩啊 原来是圣经 原来神是这样子的 等等啊 有有灵性的亲密 有的时候我们还一同唱诗 那也是一种灵性的亲密 那么第六种呢 就是工作的亲密 就是大家一同工作啊 那你们两个人一一块来啊 把一个桌子从这边搬到那边啊 四个手 那里就工作的亲密 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一块包饺子 我来擀皮 他就来包饺子 那么我们一块一同工作 有一种工作合作的亲密 那么第七种亲密的就是美感的亲密 就是啊 我们两个 现在我们常常去散步嘛 在外面运动 哎呀 这个花很漂亮啊 哎呀 这棵树也很漂亮啊 哎呀 这个房子也很漂亮啊 啊 我们以前到这个湖里面去去散步 哎呀 这个湖很美啊 哎呀 这个鸟很 很美呀 这个叫美感的亲密 或者是你们的喝咖啡 哎呀 这杯咖啡很好喝呀 啊 这个都是美感的亲密 第八种呢 就是危机的亲密 就是两个人一同经过 一同度过这个危机啊 度过这个危机之后 你们有一种很很大的亲密感啊 那么第九种呢 就是玩乐的亲密 夫妻两个应该可以玩的啊 可以说笑的啊 一块去旅游啊 大家一同玩游戏啊 怎么怎么样啊 一同说笑啊 我很感谢主 我我接了婚之后 几乎每天都跟我太太两个有欢笑的 无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无论是我摆那个乌龙啊 听错了啊 大家哈哈大笑啊 反正两夫妻应该有玩乐的亲密 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创意的亲密 就是大家一同来想一个新的办法 一个新的方法来做一件事情 这个叫创意的亲密啊 好比说我们要帮帮助一个人啊 我们嗯 帮来帮去啊 忽然间想到一个新的方法 嗯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 两个都想到了 两个都很高兴啊 两个都非常的的的的 有一种亲密感 或者是我们包饺子 哎 这次包的不是不好啊 下次怎么包才能够把它包好呢 哎 其中一个想到的方法呢 哎 下次我们站着 这样子 哎果然啊 那就带了一种亲密感 好了 那么我希望呢 就是啊 就是我们都能够享受到这种 这十种亲密感啊 基督信仰的好处之一呢 他复合人性啊 和尊重人性 爱情是复合人性的 因为人是神啊 创造的啊 一个一个信仰 他是不是真实的 你看他是不是全面啊 他假如不尊重人性 否定一些人的正常的需要 那个这个信仰 就是假的啊 基督教的好处就是 我们人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 包括我们对爱情的需要 对浪漫的需要 对性生活的需要 都圣经都讲的 都就都有指引的 所以我在这里最后啊 就是有一个祷告 就是我愿所有的我们教会的夫妇 假如你已经离了婚了 那那那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 但是你也可以享受跟朋友的的亲密啊 是不是啊 不一定要去到那个身体那个亲密 但是跟朋友也可以有八种九种的亲密的 我但愿每一对夫妇都能够享受你们的爱情 好了 我们今天的讲座讲完了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